那我们今年刚好明年是2018,2018就是一个年轻,所以我们今年的活动就以朝这样的一个度调来做,然后很谢谢仁波圈甘马嘎剧社这边的配偶,那我们邀请大家在12月一整个月的礼拜六都可以到我们甘马嘎剧社来这边,然后听听音乐,然后参观一下佛寺里面的一些很珍贵,很好的保障。 希拉雅系列活动包罗外相,结合在地景点美食特色文化,打造专属希拉雅特色制度有盛典,12月9日,16日,23日,邀请大家到甘马嘎剧社当浪漫咖,感受美好气氛,一同直服营衣吧,时尚新王皇会有许建议台南采访报道。 如果我们总是随着喜欢或讨论的欲望去行事,那么就没办法聚逐智慧。 佛寺所说的教诲乃是八万世界法门,会计起来就这么一句话,一切都不要执着,这句话提醒了我们执着,只会带来痛苦。 金刚经这一部里面,它跟我们的启示就是,我们在学修的过境当中,如何放下我执,然后不执着,放下我慢的心,然后能够接受各方面的因缘, 然后让自己去体正,如何放下,如何解空,然后在解空的过程当中,如何能够体会到空并不是完全没有,是反而真空能够生妙有, 让我们在妙有的禅乐法洗当中,体会到的真谛,读会佛法的一个深层的意境,如何让我们能够落实在生活当中,这是我个人的体会,跟大家分享。 阿弥陀佛 当我们了悟了这个道理的时候,可以说已经明白了佛说的八万世界的法门,当我们实践了这句话的时候,也可以说已经实践了一切的法门。 文化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灵魂,根植在大众的血脉中。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,它深深地根植在每一个华夏安律的血脉中,每一个华夏安律看到了汉服装,听到了唐诗、宋词,都会由衷地感觉到骄傲。 教育应该是根本啦,这几年来呢,我们发现到社会全世界有个很大的吻优,就是善的种子好像比较薄弱,那不善的种子好像传递的比较快。 所以因为三建三这二十几年来呢,我们一直很自重教育,我们希望拜拜的人不要迷信,修行的人不要执走。 那有心亲近的人呢,能够自己的历令很清楚。 所以在国小五岁开始,到十二岁,就是我们本山举办的梅花书院,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六,一个月有四个礼拜,那我们就让老师休息一个礼拜,其他的三个礼拜六呢,就来上课。 那我们上课的里面的老师,都是退休的校长,像北英里的陈沪贵校长,他专门辅导我们的老师,如何让家长懂得教育的可贵,也教我们老师如何在做教育这一块的那个重点式的提息。 那还有就是退休的老师,除了退休的校长,还有退休的老师,那加上我们常驻修行者,他有大专毕业。 本身很慈爱,那本身耐性又有的人呢,也做我们里面的老师,再加上随身来读书免费的,我们的条件就是父母,其中有一个要来参与我们的教育。 所以父母亲呢,陪着孩子来读书。